最近意大利传来的一则消息再次震惊了华人圈 位于意大利萨丁岛中心的Gabiani别墅 迎来了他的新主人王纳尼 资料显示这竟是一位年仅33岁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更为惊人的是这座标价8000万欧远的豪宅 他竟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入囊中 这样的操作除了惊呆的广大吃瓜群众外 更是引来了当地税务局的围观 要知道此操作如果放在美国 可能要被IRS查到毫无意思 根据米兰人民银行显示 此次交易既没有通过分期 也没有通过开曼群岛的公司遮掩 而是以紧急转账的形式 也就是固定佣金紧急转账5欧元16欧分 另外加急46.49欧 一次性向银行汇入了8000万欧元的金额 成交额如此之大 支付速度如此之快 让银行办事员惊叹 这笔交易简直就像是1001页里的故事一样 难以置信 汉为观止 除此之外 当地的税务机关也如临大敌 打算对这位来自神秘东方的买家 来上几次突击检查 不过根据华盛顿金融情报显示 王大尼1989年生为江苏 是中国第一大电商平台京东的投资人 企业查显示 他曾与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妹妹刘强如 共同成立过一家名为 苏签千寻信息科技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 不过现已注销 如果此项信息属实 那可能人家的确有实力 分分钟豪值千金 购买大城堡呀 王大尼购得的这处房产 被誉为萨丁岛翡翠海岸的明珠 拥有极其奢华和私密的绿洲 占地四公顷 拥有三个私人海滩 总房屋面积1300平米 共有49间房 内部装饰着极其稀有和最独特的艺术收藏品 绵延1.6公里的私人步道 可独享地中海的日出日落 还配有直升机机场 电影室 四间大型VIP套房 八间客房 其中三间位于带客厅和厨房的独立私人阳亭中 将天堂般的自然美景与奢华尊贵 完美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 距离王大尼买下 加贝安尼别墅近一步之遥的地方 就是俄罗斯寡头 阿里什尔的Volona别墅 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住所 阿里什尔是目前俄罗斯炙手可热的大亨 也是第一个以2亿美元投资了 扎克伯格Facebook的金主 对此 意大利媒体还意味深长地写道 由于制裁和战争的问题 今夏人们恐怕很难见到俄罗斯富豪 在意大利境内奢侈的度假和消费 俄乌冲突爆发后 意大利税井接连对俄罗斯在意资产进行查没 包括他们购置的高档度假屋 奢花游艇等 与之前每年会在萨丁岛隐居 50天的俄罗斯富豪相比 代替他们的将是中国人 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现身顶级豪宅的舞台上 其实与意大利相比 美国对待来自中国的富豪们可是严苛得多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拜登政府在几个月前出台了一个打击犯罪盗贼 和其他人用现金买房洗钱行为的举措 买房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件大事 加之越来越多的国人把眼光投向了海外房地产 而手握现金购房更是其中很多人的选择 所以拜登的这条措施很有可能会使很多中国人不幸的被误伤 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数据显示 全现金房地产交易 目前约占美国房屋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 仅为2016年政府敦促产权保险公司报告 全现金购房者的身份 但非盈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 在过去五年里 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洗钱高达23亿美元 在他审查的交易中 有一半涉及有政治背景的人 他们受贿和腐败的风险更高 为此 美国财政部正在起草一项新措施 以堵住现有的笼洞 并要求某些类型的美国和外国公司披露信息 已查明谁是全现金房地产交易的幕后黑手 以及这些交易是否被用来掩盖非法的利润 目前 美国已经有12个都会区针对以全现金交易 房价超过30万美元的住宅房地产交易的通报机制 未来将会扩大到全美 这12个都会区分别是波士顿 芝加哥 达拉斯 潭香山 拉斯维加斯 洛杉矶 曼阿密 纽约 圣安东尼奥 圣地亚哥 旧金山 和西雅图 要知道全美可能90%以上的华人群体 都分布在以上这些大都市区中 由此可见 这项政策对目前的在美华人 以及即将赴美的华人新移民都影响巨大 更别提未来将推广到全美各地了 那对于华人来讲 以后还能在美国无忧购房吗 其实是有的 那就是遵守美国税法 城市上报资金来源 其实亲属赠予 只需要接收人上报收到的金额 并不需要缴拿税金 所以既不会有任何损失 又可以完美规避法律风险 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那那些真有用现金购房 来打算洗钱的投机者 恐怕这条路 以后就会被砍得死死的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